开掀起暴富性出国旅游潮 有空姐分享机舱里居然有个神秘楼梯 走上去后居然有个平躺补眠的密室空间 原来这里就是机组人员的空中规房 由于设计在飞机顶部整体的空间不大 看起来像是日本的胶囊旅馆 带你一起揭开这神秘面纱 我们开启民众迫不及待大气出国 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里 空姐空舍如何休息睡觉 来到波音七八七客机 驾驶舱的后方有个神秘楼梯 走上一看 竟有着一间铺好两大片单人床垫的秘密空间 这里就是机组人员的休息密室 两个床位之间有帘子隔开 里头有毯子枕头氧气罐和手电筒 你也可以设定你的温度 机组人员的休息室通常位于头等舱的上层 以及尾部机舱的上层 由于整体的空间不大 进入之后难以完全的站直 同时未来安全起见 睡觉室也要全程洗好安全带 不同类型的飞机 休息室也有所差异 像是A380飞机分成了上下铺 看起来就像是日本的胶囊旅馆 一旁还有洗手台 方便机组人员惯洗 另外许顿搭飞机最怕选到中间的座位 看不到风景不说离位又得牢架 左右乘客让路相当麻烦 维珍澳洲航空出席周 特别推出了价值高达23万澳币 大约480万台币的乐透活动 只对坐在中间座位的旅客开放 奖品包括了免费航班 七天六夜的加勒比海游轮之旅 没人爱的中间位瞬间变成了一味难求 记者送个报道